小虾米也能闯出一片天 来看一家平价小吃店 是以最简单的蛋炒饭 经过网友票选之后呢 竟然击败了名店顶太风 就连艺人软金天 都是这家小吃店的常客 而能够成为冠军蛋炒饭的秘诀 到底是什么 好吃在哪里 带你来看看 充满蛋汁 接着放下一盏切好的食材 跟着下锅 再来就是倒入白饭 加上快火大炒 最后再淋上独特的香料和酱汁 平均只要40秒的翻炒 热腾的炒饭就大功告成 只要是用心嘛 就是用心了 我就来一个炒一个 来一双炒两个 我不会说先炒起来 把料先备好再炒 为在民生社区 一家不起眼的小小店面 随着网友票选为 第一名的蛋炒饭而爆红 现爆后老板还没开门营业 外送电话已经接个不停 就连外头早已经排起 长长人容 民众之呼等再久都值得 我最喜欢的话就是 那个食芹炒饭 因为那个食芹炒饭的话 味道特别香 米粒的话QQ 粒粒分明 其实我觉得小吃店 就是比较平价 然后觉得鼎泰峰那么贵 好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啊 所以想来吃吃看 这么甘愿不是没有原因 就连一人软今天 都是这里的常客 老板的独门蛋炒饭 还抽人名店鼎泰峰 一举拿下冠军 另外小茅屋 庆生小管以及西兵蛋炒饭 也都是前五名的座上嘉宾 但炒饭更有爱好者 便宜美食也能闯出一片天 这个网络话连回特别资本报道 谢谢大家